哈喽大家好,我是二姐 现在又到了吃郁度的季节 今天咱们用它来做发糕 150克郁度,先将它浸泡5-8个小时 把水分过浴掉,放进蒸锅 盖上盖子,水开后中火蒸20分钟 碗中打热两个鸡蛋 倒入240毫升全牛奶 3克酵母,加一勺白糖,抽进酵母发酵 搅拌一下,让酵母和白糖充分溶解 然后加入300克面粉 搅拌均匀 将它们调成面糊糊 盖上保鲜膜,放在温暖的地方放下至两倍大 郁度蒸好后,将它勺在一个大碗中 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白糖 先将它搅拌均匀,放凉备用 现在面糊已经发好了 到日提前切好的麦芋梅干和葡萄干 还有放凉的郁度 任意不搅拌的时候不要顺着一个方向 防止面痰起筋 搅拌到混合均匀就可以了 准备几个模具小碗 家里有什么碗就可以用什么碗 刷上一层食用油 再把调好的面糊放进去 用一个勺子把表面头平整一些 凉水放进蒸锅 这个时候先不要开火 盖上盖子,二次起发15分钟 清好以后就在每个里面放几个麦芋梅干点子一下 盖上盖子,水开后中火蒸25分钟 磁性到了以后,关火焖5分钟再开盖 这样做的玉豆发糕特别蓬松 里面还夹着清约触火的玉豆 还有酸酸甜甜的果干 穿成手都不需要沾面 想吃的话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记得关注我,谢谢大家